我们说回照片 有一张照片 因为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女孩 还挺出动我的 小姑娘叫陈姐 姐姐的姐 就叫这个名字 对 她就叫陈姐 不管你年龄多大 你叫她名字 就是陈姐 都得管她叫姐 那是她奶奶 她奶奶 奶奶啊 她这么小 她这个时候大概几岁啊 我去年就第二次 再去拍她的时候 她18岁 我想买她的作品 买不到 为什么 她的作品肯定是 最先被顾客买走了 这就是天赋吧 应该是 而且她也喜欢 跟张导聊到这儿 也看这张照片 我们其实之前呢 还真的去联系了一下 也把她请到了 我们的这个演播室 太好了 跟她来聊一聊 她是怎么样把这个渣然 继承好 而且她的作品 一出来大家就喜欢的 好吧 我们接下来 掌声有请陈一辉 陈姐 有请 欢迎二位 好漂亮啊 大姑娘 对啊 来 来 来 谢谢 先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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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大家好 我叫陈姐 来自云南大理 然后这是我的爸爸 陈一辉 爸爸呀 我以为是哥哥呢 好年轻啊 我前面问爸爸一个问题 给闺女起名字 为什么叫陈姐呢 我有个师父 她的孩子名字叫杨大伯 伯父的伯 你们那儿的人 都这么赚便宜了是吧 不是 我想 叫大伯 如果是个姐姐的话 她就坚强一些啊 我觉得特别扭 你读学教你就会觉得别扭吗 就很别扭 就起外号 从几岁开始学这扎染啊 七岁 七岁 刚才那个张导说到说 你自己扎染出来的这个布啊 卖得特别好 卖得特别快 你自己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是你的有特点还是 要是论手艺可能就一般 但是小孩子能够做出来 他们可能觉得 这个小孩子好可爱啊 或者怎么样 然后就卖出去了 我觉得他们今天穿的衣服 都特别有特点 对 有特色 尤其陈姐的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 这自己做的 好漂亮啊 就是去年好像七月份 然后我要去参加一个演讲比赛 然后我爸说我们是中国的 然后就做了一套旗袍 旗袍 七岁就学这个扎染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我以前确实不喜欢 我记得当时她采访她的时候 就问她喜不喜欢 她说是不喜欢 被我逼着学的 手上都会脏出血来 被我逼着学的 那这个陈姐从最开始不喜欢 后来怎么变成的喜欢 好像是就是初二 我们学校有一个 做交换身的机会 然后就去报名 他们觉得我会扎染 还有特色 然后我才就是 从初试进到复试 同学都觉得我特别厉害 就是因为现在好多孩子 都是会什么钢琴啊 舞蹈 但是我什么都不会 然后我觉得 它是我们民族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传承 那这个传统扎染 现在在你们那儿 还有多少人会这个记忆啊 我们那里现在有七八四 这样这组扎染 纯天然的就你们一家是吗 是的 这怎么叫纯天然呢 染料有三组方式 一组就是晃学染料 我们穿的很多彩色的衣服啊 都是晃学染料染的 晃学染料 你这也是啊 对 垂天然的 有动物的 植物的 矿物的 我们将是持有植物的把揽根 板栏根 对 是我们喝的那个把揽根吗 然后我脑补一下 在我童年八岁的时候 忽然患了感冒 我妈妈跟我说 宝贝 把扎染燃料喝下去 就不打喷嚏了 对 我之前天天喝 真的 你心里没有障碍吗 没有啊 真的是那个用那个染料啊 换句话说 我明白了 就是这个染料是无毒无害的 都可以当药喝嘛 对不对 好 是一个垂天的 哦 我是07年 从我的朋友他哥哥那里 买了七颗把揽根 现在有差不多四亩左右的把揽根 也就花了我十年的时间 整整十年的时间 终于做出了这个垂天然的植物把揽根 就不用那个晃学的东西 用这种无法的垂天然的植物把揽根来染 嗯 这是独家的 对 对 独家的 天然的 而且是恢复传统的手艺啊 可以喝的 直接可以喝的燃料 那您下回盛染料 您拿瓶子给我们带过来 我们治感冒了